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紧接待您来关心的是 阿里巴巴到香港挂牌 其身负多重任务 一方面要救港股 另外一方面要救经济 现在中国的经济 香港的经济可以说一塌糊涂 我们来看中国经济拉警报 新建中的摩天大楼 竟然很多变成了烂尾楼 而海航这一家帮中国一带一路 打先锋的这一家重量级企业 竟然要任赔出亲英国的资产 连海航都动不了 我们先回来讲摩天大楼 中国有一段时间 为了表彰自己的经济实力 超爱盖摩天大楼的 对 那其实全世界都一样 包括过去的美国 日本 当有钱的时候 一定要炫耀 我们大名说我们结局 有人知道站在买比较厉害 所以就是建摩天大楼 你知道全世界的摩天大楼 有87%在中国大陆 全世界摩天大楼的前20名 其中的10名都在中国大陆 你就知道中国大陆这几年 拼命的盖摩天大楼 比如说长沙有一家 叫做远大科技 这家公司说 我要盖一个天空之城90天盖好 90天要盖多少 我们来看这个模拟的画面 90天要盖838米 地上202层 结果盖了7个月以后 不盖了根本就没有盖成 怎么可能90天能够盖一栋摩天大楼 阿关你讲错了 这家公司也不是唬烂的 他在2015年在长沙盖了一个 57层的一个高楼 这57层的高楼你知道 他花了多少时间 一天盖三层奔向蓝天 他这样盖成的 那七床大楼你敢加大 没关系 一天盖三层 他就是用内市积木的方式 把它弄好 就是大陆人跟你想的一样 这个是综合大城 里面可以4000人办公 而且800户住宅 里面有幼稚园 有什么都有 结果台楼人家说我不敢大 他说你有什么好事 好 我们来看 57层楼的这一栋叫长江远大 他曾经在19天盖了一栋 57层楼的大楼 所以因为他曾经成功过 所以这一次他说 我要盖全世界最高楼天空之城 我要在90天盖202层 很多人相信他 但没有想到这一次变成烂尾楼 对 不过你不要看 他说我这个大楼57层的 我可以接受9级的地震 而且连飞机撞来我都不怕 所以但是真的假的 这个没有测过不知道 没人知道 但是台大人说我不敢大 其实除了这个以外 在苏州的工业区 他有盖了一个叫做中南中心 这个中南中心要盖多少 729米 729米很高了 对不对 他说要像削铅笔一样 细细长长的 上面尖尖的 他本来设计我们来看 就是像一支的削铅笔 削好的铅笔指向天空一样 结果后来又变更以后 在最顶端的时候 把它一分为四 大家说怎么铅笔的笔尖 变成了两双的筷子 一分为四 那就变筷子了 对啊 所以2015年4月开始动工以后 结果基座打好以后 到现在 我跟你讲 四年来一片平地 我们来看它的原始设计是 很漂亮 像削得尖尖的一支铅笔 后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结构工程的需要 一分为四 一字画变一 二 三 四 变成这样 对 变成筷子 两双筷子 后来他就开始盖了 现在画面上 你看到这个模样 是 四年以来 一片平地没有盖 所以是烂尾楼应该是说 根本称不上烂尾楼 他连动工都没有动工 对 那我们再来 大陆很有名的绿地集团 他在武汉 盖了一个绿地中心 结果呢 本来要盖多少 606米 后来说不行 我要盖636米 为什么 因为我要打破上海的626米 我要变中国第一 这也是模拟画面 对 结果要变中国第一 结果盖 盖 盖 盖的时候 2018年 中国有一个航空高度的限制 只能超过500米 500米再扣掉一些 只能盖475米 死了 已经盖550米了 要怎么 多了75米把它砍掉 结果你看 第一大楼 结果被砍头了 好 本来是这样 我们刚刚看到模拟画面 非常漂亮 但真正完工是长这样 对 被砍头了 被砍头了 这是在中国大陆的一个 所谓的十大高楼里面 不是骗局 就是砍楼 就是停工 结果目前来看 就是因为这样 它代表了一个中国经济 真的已经开始出现问题 好 所以经济的泡沫 现在已经一个一个 啵啵啵被刺破了 所以我们回来看海航集团 海航集团 那可是中国一带一路的先锋 当然海航集团在中国大陆 影响力多大 因为它是官股 它底下有26家上市的公司 它在2017年总市值多少 人民币1.5兆 1.5兆如果换算台币的话 是6.8兆 但是我讲的是2017年 但是2018年 它的报表出来变成 负债940亿 940亿美金和台币多少 2.82兆 怎么去年 它的总市值是6.8兆的 这个新台币 现在变成负债2.82兆 有得恐怖 最近他把伦敦 最后一个大楼卖掉 结果本来买1.3亿的英镑 结果用1亿英镑卖掉 这亏大了 对 就等于是亏大了 所以你就知道连海航 现在都要都赶快要变现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一些最大的集团 都出现问题了